让人不舒服的还有这些选举的纷争 这是南投草屯镇长的补选 目前选情白热化也扯出了黑道威胁怡云 民进党阵营提出了指控 说对手呢叫唆了黑道分子到总部来恰香还语出威胁 不过事发之后呢蓝绿齐声谴责暴力 国民党说这是民进党自己的傲步 意图使人不当选 草屯镇长周六补选 蓝绿填王南下助选 就可知道选情有多激烈 不过现在却扯出黑道威胁怡云 时间是1月6号 民进党草屯镇长候选人竞选总部前 绿营指控画面中的男子 是国民党教唆来的黑道分子 当天共有三部车 载了二十几个人来呛家 镇长之大还引来警察关切 无名男子面对警方盘问 还边吃槟榔 无所谓 纠纷发生原因是1月5号上午 民进党指控国民党的检警贤会选 下午按零检举 隔天上午就有人冒充地检署人员 盘问民进党党工住处 傍晚就有黑道 到民进党总部前来叫嚣 去选举的同仁的住所 就有不明的黑衣人士在前面徘徊 我是真坚持说清清气的参举啦 那些抹黑啦 造谣啦 南投镇长承受黑道叫嚣威胁 蓝绿护咬对方才是始作俑者 距离选前不到24小时 谁都不想看黑道站上边 这位学院周大祥黄俊丁佳元 南投采访报道